跨年烟火秀是大家最期待的跨年重头戏了 全球地标上演哪些令人惊艳的灯光烟火秀呢 就让我们随着时间的脚步环游地球一圈 一览各地的烟火盛况 首先来到了是纽西兰 这里可以说是最先迎接新年的国家之一 刚刚我们看到释放烟火的建筑物 是纽西兰奥克兰市的天空塔 璀璨的烟火划破夜晚的天空 新的一年在民众的期盼中到来 接下来是临近纽西兰的澳洲 现在所看到的壮观烟火是在雪梨港 不同于奥克兰的地方是 这边的烟火还搭配上生动的音乐 让烟火随着音乐起舞 根据主办单位估计 雪梨港现场大约聚集了150万的民众 观赏这次的烟火跨年 这次释放的烟火约有7公吨 耗资600万美元 接下来让我们到中东地区的 商业金融中心杜拜 这里除了照样有烟火秀之外 最特别的是在哈里发塔还搭配了LED灯光秀 哈里发塔828公尺的高度 就已经是当前世界最高的建筑物 而这次更请来曾经破清世界纪录的团队 为灯光秀做准备 总共使用了7万片的LED光板 结合灯光与烟火 创造出令人震惊的视觉效果 至于在俄罗斯莫斯科 寒冷低温的天气 离挡不了民众观赏烟火的热情 这里的烟火坐落在红场的 圣瓦西里大教堂释放 来到欧洲 法国的烟火秀 在巴黎著名地标凯旋门附近 凯旋门上还用灯光投射出2015的字样 接二连散的烟火让民众欢呼不断 德国的烟火则是在 柏林布兰登堡门的附近 这里的烟火秀长达11分钟 搭配上镭射光束 十分吸引人 在英国随着大笨中的倒数计时 代理英国人正式迈入2015年 泰晤士河畔的烟火 和不断变换光芒的伦敦点交织 让人目不暇迹 最后压轴的则是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 这里气候依然寒冷 温度只有零下八度 但可以看到现场挤满了人潮 今年依然依旬从1907年开始的水晶球传统 高挂了水晶球 随着倒数时刻缓缓降下 当新年时刻一到 彩带漫天飞舞 民众兴奋相拥 互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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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